今年38岁的余小姐曾把香港当自己的家 12年前她离开家乡跟随丈夫来到香港 如今这个曾带给她无数温暖和欢乐的地方 却让她感觉满目疮痍 面目全非 2019年6月 香港的修理风波爆发 随后几个月里 部分激进示威者将暴力升级 在全港各处肆意破坏 香港这颗东方明珠风云四起 风波使香港各汉各业遭到严重影响 在港从事导游工作的余小姐多月无功可开 8月初 她与多位导游一起走上街头支持警察 抗议暴力 这一抗议很快走了笑 我参加过那个 跟着就因为我们有拍了一些照片 跟着就被人放了上网 我被人不起地之后呢 他们会有很多电话 就是那些黎明电话打给我 最多的时候一晚打了百几个电话给我 就是夜晚打的 三四点钟 四五点钟这样打给我 接着就打电话给我公司 公司被人控学 公司就跟我说 现在非常时期 你暂时休息 取消我的工作 余小姐的遭遇并非隔离 与她一起前往支持警察的朋友也悉数被启离 他们的工作都被取消 找兼职已多处碰壁 连基本的外出和社交也受阻 有一排都情绪有些问题的 但是我觉得我没错 我都要坚持下去的 出街的时候 去周美望望 会不会有人跟着我呢 因为他们把我住哪里都放在家 我现在是不敢看新闻的了 因为我看到那些人被人打 我会觉得很伤心 我好像好 余小姐最喜欢香港的天星小轮 坐着小船在围港间晃晃悠悠 两边的繁华之景尽收眼底 余小姐也喜欢爬山 急目远眺 轮船穿梭交错 两岸高楼伶俐 滑灯初上高楼间的光影 画为繁星点点 这些景色他都曾细细地 与每一位游客描述过 如今他却不知影如何说起 我觉得香港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很自由 我经常都会跟我的客人说 在香港是一个很自由 很民主的地方 我们想吃什么 下街就有 交通方便 很美的 我经常都会说 但现在我看到香港满目仓意 我都不知道怎样跟他们介绍我们香港 无奈之下 余小姐与丈夫 产生了离开香港的念头 他们希望寻一处地方 过平淡简单的日子 余小姐至今人记得来港后的第一个中秋节 她也丈夫一起到全湾海滨公园上花灯 那年的花灯有很多样式 人群在花灯间穿梭 小孩举着花灯追逐嬉戏 舍不得但留不下了 说起离开时 余小姐说 2020年已经到来 她希望香港能恢复平静 人民安居乐业 希望在新的一年里 东方之珠能重新焕发光彩 活力已久